台北市康定路287巷内一处公寓 上个月22日深夜11时许发生大火 火势延烧邻近两栋民宅 受伤民众三伤移民为警方与消防局调查事发原因时 事发地点邻居指出或灾前 有听到一楼的人力派遣公司的李姓 43岁成行两名男员工 45岁喝酒吵架甚至还有摔东西的声音 不久后就发生火灾 警方当天先根据人力派遣公司提供的资料找到陈南 陈南表示火灾前确实与李南在公司喝酒 两人只是说话大声并未争吵 两人后来还到附近的阿公店序摊 由于李南的手机放在陈南身上 因此警方当时一直无法联络上李南 陈南后来才向警方公称 当天他和李南喝酒后 乘机向李追讨数百元债务 但李推托两人因此大吵一架 李当时气愤说出我要去放火 不久屋内果然起火 陈说当时有上楼要住在二楼的柯姓 男子快跑 但可因为喝醉跑不动 陈李紧急逃出 因为过度惊吓 两人竟跑到附近的阿公店序摊押金 警方掌握李南行踪后 一个多星期后在一处面谈找到李南 他喊冤说当天两人喝醉后 他因为不想再喝 陈却一直要继续 他一气之下回手扫掉桌上的酒水杂物 想不到就引发火事 他并没有要送火的意图 不过目前警方仍以公共危险罪 将陈李两人送办 台北市万华区康顶路公寓上个月大火 当时公寓一楼是人力派遣公司 二楼住60岁 红姓男子 三楼则是许姓26岁 红姓57岁 于柯姓57岁 男子居住 火灾发生后 柯因为吸入过多浓烟窒息 被救出来时已停止呼吸心跳 经过现场急救才回复生机 紧急送往医院急救 剩下三人受控火场 三楼的许 红两人跑到顶楼求救 二楼的红男在原地 待员 消防员从隔壁大楼破门进入 陆续救出三人 台北市万华区康顶路公寓发生大火 消防员努力抢救灭火 记者廖丙齐摄影 分享 台北市万华区康顶路公寓发生大火 记者廖丙齐翻是脸书 我是万华人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